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Hardpart 那我们这一整个礼拜的主题呢 是来谈这个社交力 打造你的个人影响力 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一个社交力 比较高的人呢 他自然的人脉当然也会比较好 也比较受欢迎 那么事实上如果能力 跟另外一个人相当的话 只是因为他的社交力比较强 就会被认为说 他看起来好像能力 比另外一个人高很多 所以呢社交力会被认为说 在职场的发展上 其实是蛮重要的 而且广义的社交力 到最后会让你跟人 产生比较正面的连结 比较多的连结 你就比较不会孤单 比较不会丢利 事实上也是对你的健康 对你的身心是有帮助的 所以社交力这件事情呢 我们绝对不是在谈负面的 是八面玲珑 或者是搞一些全模 不是不是 我们是在谈是一个 比较正向的社交力 可以帮助你个人比较快乐 人生比较幸福 同时呢职场上 也会比较成功 所以我们这一整周的社交力 也就会从 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 去找了好几篇 来谈如何让你的社交力 是可以比较正面发展的 那今天呢我要来分享一篇文章 他的文章的篇名叫做 我没有时间 六招来抑制爱聊天的同事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在职场上 常常我们很多办公室的设计 会特别设计一个厨房 或者是一个小餐厅 或者是一个走道 或者是一个休息区呢 就是希望营造 让同事之间 可以非正式的交流的机会 因为我们如果是 开一个很正式的业务会议 或者是一个什么专案会议 大概就是很 从第一秒钟到结束 都是在很严肃的谈工作 或者是这个专案相关的 可是有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啊 认知啊 是会当做工作的润滑 或者你对这个人 有一定的信任 或者是除了工作以外 对他个人有多一些的了解呢 事实上也有可能 帮助你两个人的合作 或者是在共同推动一个专案 那么所以有的时候 在办公的时候呢 有机会聊聊天 说说话 分享一下私生活 分享一下个人的兴趣 聊聊最近的心情 其实也都是蛮好的 但是这一篇文章 要谈的另外一个情境是说 是啊 分享是很好 可是万一 就是分享太啰嗦 太长 占掉你的应该要工作时间 那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呢 是有一个通过认证的一个社工师呢 过去的节目也常常在说 美国有一种职业叫高阶这个教练 所以他也是算是一个 常常去coach很多高阶主管的一个教练 那他这个教练呢 叫做梅洛蒂淮丁 事实上我在过去的Podcast 也曾经介绍过他的一些文章 那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是他自己发明的 叫做敏感的奋斗者 就是说在职场上有一些 事实上相当成功的一群人 事实上他特别敏感 他对周遭的气氛 对别人怎么看他 别人有什么反应 他非常的在意 就是他非常在意别人 对他的评价 他非常在意他是不是有得罪别人 他非常在意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完美 所以就是活得都很战战兢兢的 就是属于很敏感型的 那么在这敏感型的人呢 如果又碰到一个 我们聊天是很好啊 可是你碰到那种 老师讲不完啊 本来可能聊个五分钟还很OK 聊个十分钟也还很OK 可他可能会一聊可以聊一两个小时 有些同事会是这样 那你如果又是一个敏感的奋斗者 你到底该怎么面对这样 你又不想因为你很敏感嘛 所以你又很不想得罪他 你又怕说我如果打断他 或不听他说 他会觉得我好像对他没兴趣 我好像对他有成见等等 所以呢到底应该balance 就是说你也要跟别人有效的互动 而这互动可能要谈一些非工作的事情 可是你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些聊天里 然后可是有些人又很爱聊天 你又想要控制你的时间 那到底怎么办 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在谈这样的论点 那么我刚刚有说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是一个高阶的主管的coach教练 所以他文章一开始就举了一个他coach的对象 就是他的客户 那他这个举的这个客户 事实上就是被他界定为是属于敏感型的奋斗者 他对别人怎么看他 他是不是会得罪别人都非常的在意 那这一个客户叫做夏洛特 那夏洛特他就描述说 有一天他在指导他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这个夏洛特非常的心烦意乱 非常的筋疲力尽 然后他就问他有发生什么事吗 然后他就说夏洛特就说 我非常受不了 因为有一个同事 我们两个一起开会 开会的过程 本来比如说一个小时要开会 可是他每次都会超时 超时到半个小时 他还是讲不完 而这超时的时间并不是在谈工作 常常都是东拉西扯 我昨天去的哪里 我上个礼拜六去的哪里 我家怎么了 就是喋喋不休 那么他很想插话 他无法让他停止说话 所以他常常就是跟他开完会 就觉得很沮丧 因为开会 虽然说如果是心情很好的时候 或许很愿意跟这个同事好好聊聊天 可是就是没时间 所以他每次跟这个同事开会玩 就会迟到 下一个会议就会迟到 所以他又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 他又不能够容许自己迟到 所以他就感到很无奈 面对这个同事 他不知道怎么办 哈佛商业评论 绑造文明全球的哈佛商学院 个案教学方式 推出领导者学程 自开课以来加评读潮 是训练企业精英决策思维的最佳课程 第四期领导者学生现正报名中 独家优惠提供给哈佛听众 请到顺便来点击连接 了解更多 所以呢这个作者梅洛蒂呢 就特别为了这一种情境呢 来提醒说 其实是有方法可以克服的 那我不知道你在办公室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事啊 其实只是经过你的身边 你事实上正在做某件事情 他就拉着你一直说一直说 或者是只是在比如楼梯间碰面 在茶水间碰面 他也是拉着你一直说一直说 不放你走 或者是你在开会的时候 有些同事啊 明明要开会的正式呢 讲的很少 可是就会讲他先生怎样 他太太怎样 他小孩怎样 他家的狗怎样 去讲的非常非常的多 是不是有这种状况 你到底要听他说呢 还是要适度的打断 那应该要怎么打断呢 所以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些技巧 那么最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 你一定要事先设下规范 就是说你要让 跟你一起谈话的人了解说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听他说 你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是要事先说 而不是他讲到一半 才告诉他你没时间 或者是一直讲一直讲 就告诉他你没时间 可能一开始你就要跟他说 或者是在合适的时候要插断 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几分钟后一定得走 因为我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或有一个什么样的会要去开 所以你现在就是结束谈话 或者是说把你的重点讲一讲 或者把你一定要分享来讲一讲 所以就事先告知 设定限制 来让对方理解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最重要的是 事先设下你的时间的限制 让对方告知 然后在过程当中 当时间快到了时候 你一定要时间到准时 你就站起来 很礼貌性的站起来 然后就说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离开 那么你可能会很担心说 那我插话 你讲到一半 或讲到一个段落 你突然间说 我只有20分钟 或我只剩下10分钟 会不会很没有礼貌 所以的确是会这样 你会有点担心 怕人家觉得你没礼貌 所以就不敢说 那结果就在那边一直忍耐 一直忍耐的 再继续听半小时 所以插话 可以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所以这篇文章讲到很细 有什么技巧 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手势 比如说你就举个手 或者把手举起来 比起你的手指 就是暗示说你有话要说 那等到轮到你说的时候 你就说 我只剩下几分钟 一定要离开 或者是说 你就一直看手表 一直看手表 其实我如果开会看到 同事一直看手表 我大概知道他在暗示我 他急着要走 或者是说就安排 你现在很方便吗 有通讯软停 就LINE你外面的同事说 假装进来 找你一下 递个纸条 又谁谁谁 可能大老板要找你 装个样子 就是也找人来解救你 或者是说 你就在时钟里头 安排一个闹钟 说让他想 就是说 如果他想的时候 大家会吓一跳 而怎么闹钟响 那你就说 我设定了 剩下五分钟 他提醒我 我一定得离开 所以就是说 用一个比较中断的意外 或者是说 设计一个中断的技巧 让别人会觉得说 你不是故意 你没有恶意 你也不是说 不想听他说 而是真的 一定得离开 他是会谅解的 那这是一个插画的技巧 还有一种情况 你如果觉得说 对方想要跟你分享的东西 其实也蛮有趣的 只是你现在没有空听他谈 那你就可以主动的 再约一个谈话的时段 比如说 你要跟我谈的事情 真的很有趣 那我们可不可以什么时段 一起吃个饭 好好的聊一聊 就是在指定另外一个谈话 是让他说个够 或者是说 下午几点过后 我有空 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 再来好好的谈一谈 那当然我讲的聊天 不一定都是谈私事的 有的时候可能 也是在谈公事 只是说是比较非正式的交流 这个也是蛮好的 只是说有的时候 在你很忙的时候 在你的节奏很紧张的时候 怎么样让这种事情的干扰 可以降低 然后你或许就另外再播一个时段 好好来跟这个同事 好好地聊一聊 这个他想要分享的事情 这样也不会得罪人 同时你还有机会 好好地了解这个同事 以及他想要分享的事情 这样也是蛮好的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短短的 但是提供了一些 tips 一些蛮实用的方法 所以现在你可以来想一想 你的办公室内 有哪几位同事呢 老师会很奇怪 就无意中的就占掉你许多时间 你可能要把它列下来 说这几个人 老师喜欢东拉西扯 老师喜欢喋喋不休 可是你如果有空 跟他们吃饭很快乐 可是如果开会 或者偶遇 或者是突然间来找你 然后就讲很久 不愿意离开 那这会耽误到你 正常的工作的话 你可能就要想一个话术 来面对这些人 不会得罪他们的 我刚刚举的一些文章 谈的一些案例 是其实应该是 还蛮有技巧的 那甚至你还另辟时间 来跟他们聊一聊 这蛮重要的 总之呢 我们要维持社交力 也不是很委屈求全 也是要设定我们的底线 我们是与人为善 也希望广交朋友 但是也不能因为 为了广交朋友 然后来牺牲你工作的时间 或者是牺牲你应该交付的责任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今天的分享 明天跟后天呢 我们都还有更多的 有关于培养社交力的文章的导读呢 请各位听众再回来 最后呢 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 一个大好的消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哈佛伤害评论的网站 现在呢 全新改版的 画面呢 美学呢 更现代 下载的速度快很多 而且我们的分类搜寻的选单呢 也更清晰了 所以呢 我们为了让你 哈佛伤害评论成为你 征战职场的绝佳利器呢 我们也有一个新的服务 跟新的功能也上线了 就是全新订阅一年的 自动续订功能 所以只要你同意 自动年定扣款续订 我们就会将保留最优惠的 续订价格给各位听众 现在就上HBR的网站 订阅数位版一年 那么到订阅的结账页面呢 你要输入 记得我们哈帕读者 有一个专属优惠码 你要输入 HBRPOD 就是HBRPOD的意思 我再念一次 HBRPOD 你只要输入这个 专属的优惠代码 就可以享有 首年订阅的 惊喜优惠价格 优惠只到 2月28日截止 距离现在呢 没有几天 所以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 一定要成为 我们忠实的订户 陪伴你在职场的路上 一路平平顺顺 谢谢 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 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triblew.hbrtaiwan.com 订阅数位版 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